Dog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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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觀眾朋友 歡迎回來收看我們的 澳東為您來充充店 在大稻城這裡有著老宅咖啡廳 寶藏區的一個美名 你有去過嗎 每一間的店面在改建之後 都有獨特的魅力 而今天要帶大家走進大稻城 探店台灣知名設計師芬許舟 和友人遊志為他們 共同打造的咖啡廳 這裡不僅僅提供了餐點還有咖啡 再往裡面走 還藏有錄音室以及防空洞 甚至還販售8090年代 懷舊金曲卡帶 被譽是全台最小的唱片行 今天就讓我們加入的新同學韓語 帶著大家穿越時光 來一場聲音的時空旅行 想要穿時空不一定要做出一台時光機 因為很有可能聲音就是故事 主播到第二中我們今天來到台北大稻城 我們要來探店 不過有別於一般的老宅咖啡廳 跟這一家特別不一樣 一起來看 以及這樣店裡也立刻 門口就擺上了一個復古的收音階 而且往後走三步 是一個真正在運營的電台 重點還有更特別的 沒錯 看到這裡鏡頭往上一擺 這個天井足足是有五層樓高 而且重點是這裡曾經是一間診所 那我們今天也是特別請到這裡的創辦人 由志偉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老闆來介紹一下這個空間 好 其實在台北市大稻城這個區域 其實是一個舊城區 所以有非常多傳統的這些五六十年的房子 因為它的這個比較深 然後光線採集比較不容易 所以過去會有這樣天井的存在 所以能夠透過空間把陽光 把空氣引進到這個室內 帶更多的朋友認識屬於台灣 不同的音樂不同的聲音 然後甚至透過這些聲音 把人帶到台灣更多的角落去 我剛剛每一個區塊走過來都可以看到 有黑膠啊 有卡帶啊 包括黑膠廠片滿滿的整面牆 好 那大家是不是以為結束 但你就錯了 因為呢 我們現在要轉到另一個空間 不過呢 大家在這裡可要小心你的頭 我本人都已經快撞到了 可以看到我一進到這個防空洞的兩側 左手邊是滿滿的懷舊金曲的卡帶 右手邊這個是黑膠唱片還有西洋金曲 不過呢 重點是誰可以回答我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也就是 牆上這面字呢 是來自哪一部電影的經典名言 好啦 大哥 身為8090年代的你 是不是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 好 不買到 那我們今天就請到更專業的經驗人 來跟我們解釋一下這句話 這部 呃 這個 霓虹燈管是出自於 回到未來的一句台詞 我們認為 聲音就是一場旅行 我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錄 所以大家可以透過音樂去穿越時空 好 那說到這邊呢 我都口渴了 想要點一杯咖啡 但我剛剛發現要點一杯咖啡 竟然沒有菜單 喜歡音樂的人呢 可以在吧台選擇一個 你喜歡聽的卡帶專輯 打開專輯呢 秘密就藏在裡面 魔鬼藏在細節中 因為菜單 就藏在這些卡帶裡面 然後在你等待 咖啡跟餐點來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提供耳機 以及卡帶機 所以你可以選擇 你聽的音樂 放進卡帶機裡面 好好的享受這個音樂 當你戴上耳機 就是一場時空穿越 下一次來到大稻辰部分 來這裡喝杯咖啡 好好來一場時空旅行 主播奧東二州 下次再見